那今天全面性的一个发动 那物理型太阳能我们再看了 第一个其实是股份比较小 价格比较便宜的盛达 也供到了涨停板 然后再来也就是6443的元金 这大家都非常熟悉 很早就已经切入到特斯拉供应链 那股价现在也是神仙大涨 那我这边来去做一个比较好的 今天已经这么大涨了 那我在想找一个价格最便宜 未来空间还会更大 毕竟今天是第一天发动的话 我觉得投资朋友可以去留意到 是代号3050的预得 为什么我会这样做比较 因为同样都是做物理型太阳能 胜达的股价已经来到20元以上 但是如果你去看一下 辞职的获利的话 它上半年赚0.15 3050的预得上半年 比它赚得多0.41 价格比它便宜 技术面它又已经打出了 将近五个月的底部 那你再看看6443的元金 上半年其实是小股亏损两毛一 但股价现在是30多块 我就用一个比较的一个概念的话 我觉得预得后续的空间会比较大 重点是技术形态真的漂亮很多 那再加上说 旗下它的一个后聚能源 那这个主要功能就是学校跟公家机关 我相信未来国内在进行相关的一个建制的话 学校跟公家机关应该会率先采用 而且我认为未来几年 整体的一个再生能源 它会不断的在大局的一个进展 毕竟现在大家都开 都在流行电动车 每个人都开电动车的话 我们不可能说打着开电动车的民意环保 但是还继续在用火力发电 所以再生能源不管是太阳能 有或者是风力发电 我觉得都可以去留意 那另外的话 玉德他其实他投资的后聚能源旗下 他其实也有谁 也有相关的国发基金有投资过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长线会好 那同样的概念 我觉得今天太阳能全面性的往上攻 已经涨停了安吉 那本来就是这波 我们跟大家报告最强的 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去注意一档公司 这个是已经减资过后 然后这一波有串反弹高点 他最近在现正的 这是代号3576的联合再生 好 那我们说过他的最大股东 就是国发会 持股第一档 那最近我看到 在26号有公告说 他的一个现正 有部分的股东 去进行所谓的放弃认购 那我相信这应该是要进行 所谓找群特定人 去做一个战略性合作伙伴 所以我会认为 如果你去看技术面的话 他的股价这边减资完之后 所有技术面全面性的转强 前一多段反弹高点25块钱 好 爆量之后拉回休息 你今天又第一根转强 我认为投资朋友 你可以应该是往这边 特别去租 因为联合再生已经开始做 年底会有一个30万瓦并网 开始发电 开始明年会有实质的一个 受电收入 大家评估是每年大于7.2亿 而他现在除了所谓的一个 赶快建制这些发电的一个 的一个部分之外 他还有在做除能 所以刚刚婷姐讲到一个重点 其实现在发电 其实真的不难 但关键是你要能够除能 你能够随时能够去进行 它的一个使用 所以有发电 它有除能 而且我觉得我会更在意的是 除能这一块 因为这个是现在国内必须要有的 我觉得除能这一块的一个市场 会非常大 除能最近那个 6282的康书也有搭上来 而且外资对他连三满 今天还创短高 他有没有所谓的 在工的一个机会呢 好 我想 这个股价连涨三天 爆量之后 大家如果记得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外资的习性 外资他通常都是 连卖几天之后 大长虹他会卖 所以今天创高他会不会卖 我觉得一定会卖 再加上今天是摩台结算 那我先跟大家报告 为什么昨天长虹没卖 你有没有发现 10月26号这天 留了很长的上影线 外资这一天买了3000多张 那留了上影线就表示 那是他买上去的 所以隔天被压下来之后 隔天他其实来要接近成本 那今天他当然是做一个 顺势的获利调节 很正常 创高调节 那后续还没有空间 我认为会有 只不过短线爆量之后 都会休息 因为他过去的习惯就是这样 你去看 在7月份 有没有发现 7月2号 康叔爆了一个大量 然后隔天 他开始进行休息整理 那你再看 上一次爆量在哪里 上一次爆量在9月23号 又爆量 那这一次连续两天 爆量换手之后 今天再创高 我觉得他的股性 是比较属于稳健型的 所以你不要去做追价 你等他拉回的时候 再做布局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有机会 那我们再用简单的实际 来跟大家回顾 这两天 这个法术会的一个题材 我们前两天跟大家讲 你可以先去卡位的是联电 对不对 联电昨天收高之后 今天反而是 把所谓完利多 却是先短线的一个压回 我认为 今天是因为摩台结算 我还是一样说 这个应该在尾盘 是一个比较好的布局机会 我觉得这个长线一定是好 另外的话 我们跟大家讲 今好可 这两天也从季线下 已经翻上来 昨天还在提说 还要卡位11月1号的 对不对 今天已经优先 站上季线半年线 好 那我们说这些的话 那还有没有比较低的 你上次还讲一档 3673TPK 现在还在拉 对 对啊 这个是我们 有跟大家报告说 这个是技术面上 第一个 大家有没有发现 投信有先买了一个月 没有涨 然后10月25号 爆大量 串出来突破季线之后 你可以发现 昨天我跟大家报告说 爆量拉回休息 这个是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 转强讯号 结果今天有人 有听到这样的讯息 那这也是 我们昨天 也跟大家先提前说 卡位布局的TPK 所以我觉得 现阶段的一个 拖头行情 应该很多股票都有机会 但是关键还是 低档要去布局 而不要去做最高 这样子操作上面 会比较顺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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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